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桃园市产业总工会举办市政座谈 邀请到市长候选人轮流上场来谈劳工政策 赖湘林曾经担任台北市劳动局长 熟悉劳工议题 她提出工会陪同劳检鉴定的机制 郑运鹏则是对于客运业缺工的问题 提出增加补助留救用心的对策 产业总工会举办的市政座谈 13号在妇女馆举行 邀请四位市长候选人轮番上场发表劳工政策 座谈透过直播的方式方便劳工收看 而桃园市各大工会的干部也在场旁听 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郑运鹏 针对职业驾驶尤其是客运司机缺工的问题 提出了增加补助的对策 如何让我们的驾驶朋友 民众党市长候选人赖湘林 曾经担任台北市劳动局长 他提出增加劳检频率 并且让工会陪同鉴定的制度 所以我引进专家陪同 把工会干部当作专家 进行劳动检查专案 在台北市我推动四个行业的专案检查专案 医疗业 金融业 还有交通运输业 媒体业 每一个行业的工会干部 透过一定的训练实书 发给他专案人员的鉴定书 赖湘林也承诺成立劳权中心 增加劳工权益的保障 那特别对于工会的组织 还有劳工教育的经费 还有义务律师的协助 能够打造劳权中心 让我们的劳工保护不漏水 那也期待企业界能够秉持 这个诚信协商 让我们桃园的劳资关系 能够走向协议式的民主 曾运鹏第一个上场发言 逐一回应工会预先提出的问题 虽然没有办法及时互动 但他很肯定 这个可以和工会直接对话的机会 那对于各个领域 不只是我们提出单方面的政策 我们也开放各个工会 或各种不同的团体 然后他们有任何的需求 希望以后的市政府跟他们合作 我们都很愿意提供各项的一个政策 跟各项的协助 除了产业工会办理了市政座谈之外 教育产业工会也收集了候选人的证件 并且举办座谈会 预计在10月27号会员大会时 公开对候选人证件检验的结果 提供各界参考